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在风水上 我们都希望说住在一个好的风水屋里面 然后帮助自己在运势上会比较好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你的房子就是那一个条件而已 你也不可能说 我去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风水屋 你也没有那种能力 在这一种情况下 各位你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空间取运法 什么叫做空间取运法 我们不是会看到有一些地方 人潮很多 然后又是大赚钱的这一种的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 在你有空闲的时候 你就去了这一些地方走走晃晃 为什么这一些地方他人潮会多 而且在那边的商家都会赚钱 这样子是不是代表说 那个位置他是一个什么 好风水好地段 你平常你只能住你家 既然我没有办法住那边 我可不可以去那边晃晃 当然可以 所以各位 当你有空闲的时候 当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比较不方便 但是只要正常的情况下 当你能在低潮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这一些好的地方 去那边晃晃 像以我来讲的话 到下午 我假如没有事的时候 我就会出门 我出门一定是去晃 屏东最热闹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最热闹的地方是屏东来讲 风水最好的地方 所以我就去那一边滑滑手机 晃个一小时 在里面待个一两个小时的情况下 是不是我就可以去接收 他那个地方的一个气场 等到时间到了 我再回家就好 这一种情况下 就是我去那个地方 去吸那一边的气场 当你人在低潮的时候 你或许你不知道 你的八字的状况是怎么样 但是你可以做这一种的动作 就是到一些很好的地方 去那边坐坐 去那边晃晃 我们常常讲说 你在低潮的时候多吃多喝多睡 这样子可以帮助 去度过这一个低潮 但是各位 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没食欲 你要怎么吃 有的时候叫你多睡 结果一躺到床上 整个不好的情绪又出来 你怎么睡得着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唯一可以强迫自己的 就是什么 走出家门 所以这一些好的地段 各位 就是你在低潮的时候 你反而更需要去 让这一些好的地段的气场 你吸收这一些好的地段气场 让你能够快速的 加速的去脱离这一种衰运 所以各位 当你有空的时候 多出去走走晃晃 人越多的地方越好 我们人会有在好的地方 会被吸引过去 所以人多的地方 风水一定不会很差 所以人多的地方 我们就要多多去 坐在那一边看看人 你待在那里 也可以吸收所谓的地气 这样的情况下就是 可以在无形中帮助你 变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各位 有空就去逛逛这一些 人多热闹的地方 能够帮助你 在运势上他是有所加分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